千万别去项目几种足料店 尤其最后一个千万别进去 进去了也得赶紧走 不然得不偿失 记得点赞收藏 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兄弟 第一种项目名称很文雅 店内门上有窗户 并且窗户上有刮钩 很有可能员工把毛巾一挂 导致屋内采光不好 到时候人多磕磕碰碰 伤到了吃亏的是自己 第二种店内只有一个女服务员 一点跟推纳按摩的东西都没有 后门外还亮着比较节省布料的服装 证明里面空调温度可能开的比较高 会让人体感不舒适 第三种室内有浴缸 但是没窗户不通风 湿气比较重 并且热浴会让你更加放松 再配上昏暗的灯光 很多客人泡了热浴 突然起身容易晕倒 如果身边没人及时搀扶 会出问题 假如不小心把别人扑倒 轻则两人摔伤 重则引起经济纠纷 第四个门口停有多辆凯迪拉克 这种店一定不要去 并且告诉身边兄弟不要去 这明显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 你进去一定不会给你好果子吃 人生慢慢录 切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善待自己正能量时刻挂心上